我有跟大家蒐集了大家 國高中的時候的招呼 你沒有經過我同意 這個 真的嗎 欸 欸 外外以前好正喔 我們來看一下REX 你跟我講說 科技業員工有我使用 瘋狂的愛心不用誰來認同 滋味的擁抱註定越愛越痛 註定越愛越痛 是你確定嗎 我確定 我們現在來的請接手 我 還不及答錯啊 正確答案是 註定越愛越痛 嗨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低卡旋旗 耶 今天低卡旋旗是我們固定會在板上早就有趣 回來跟大家閒聊 怎麼樣 我們要看看今天大家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歪歪 等一下 你有在針對這個巡旗有在特意打扮嗎 我平常就會穿啦 欸你很喜歡水手服喔 我很喜歡 嗯嗯 是 你喜歡 對 我為什麼敢問 我不敢問 你不要問 大哥 大哥 你穿水手服就玩到 對我真的穿水手服玩到 就是我不想要想我要穿什麼東西 那你要怎麼玩 你坐機車喔 對啊 我就自己騎機車啊 哇 我一個人騎這樣 這就是你最喜歡的水手服 嗯 你覺得很好看是不是 噢 我真的好嗆喔 哈哈哈哈哈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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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好害羞氣耶 然後 我們來回家一篇 跟這個完全無關的話題 我們來看第一篇文章 來自新型版的 試吃一定要買嗎 哦 有人PO表示呢 有一次我媽媽去菜市場買菜 結果遇上了很不好的經驗 就是媽媽逛街逛到一半的時候 跟某鴨賞的攤販對上眼 老闆就說 欸太太 來試吃一下啊 不用錢啊 媽媽聽到就吃一塊 然後媽媽心裡面就有一個 好像沒有很好吃 所以他笑笑的說 呃謝謝 想要離開了 結果攤販就說 欸你都試吃了 不買一下嗎 還不買啊 音量大到呢 引來旁人的側目 所以我媽媽只好 掏了錢喔 買了50塊 因為其實鴨賞50塊蠻便宜的 那想問大家一下 就是圓波就覺得說 難道試吃一定要買嗎 飲料跟吃的不太一樣 如果是他倒很多杯 你拿了你就走喝掉 我就好像還好 飲料的好像還好 那如果這樣 一樣是飲料 你經過 欸我倒給飲料 賽哥這個純金牌的果汁 特地在多做一件事情給你的東西 我就覺得 壓力是有點大 我好像能懂耶 我以前常常在展場走跳 因為我們那時候做醬料 然後會在各大展場 因為我們是賣一整罐的醬料 人家不吃 他不知道裡面的味道是什麼 所以 對 試吃 今天你來試吃老闆都是開心的對不對 對 而且我們要求的是曝光綠 到我預告那種很靠北的 後來試吃了八次 醬料一定有東西搭配對不對 對啊 你們是弄什麼東西搭配啊 那時候我也弄麵包 跟麵 不是有試吃完說 不好意思 但這個麵怎麼賣怎麼辦 對 這個人這樣 我會看嗎 不過老實說 如果身為顧客 那個人過來問我說 欸你都已經試吃了 你要不要買 他來問我的這個東西 哇 就會覺得你 你為什麼要給我的壓力 我要不要買應該是 就是我自己試吃 喔我覺得這東西我喜歡 那我會買 但你如果一問我會有一種 哇我覺得 就印象很壞掉 我覺得店家如果說 現在不買沒關係 可以再幫我推薦給你朋友之類的 所以 這比較玩 後面那一句很屌耶 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客戶啊 萬一他吃一次 他可能現在沒帶錢 然後之後再來買 都是有可能 而且我覺得最常遇到的是怎麼樣 你吃了一塊之後 真的是蠻好吃的 問到價格 這個喔不會很貴 999 999 太貴了啦 這我說要怎麼退 我這時候通常會 先拉開距離 你講了 看他怎麼算 不是 看一下 然後 再默默從 離老闆鎮圓的距離 繞進去 這時候如果有一個顧客 剛好就會問老闆會 哇完了 剛好 這個 moment 趕快跑 關測 關測 我們拿我們去酒分那時候的例子 哇哇哇 那時候的例子是怎麼樣 我們有一次我跟 Andrew嗎 Andrew 加柔一起去酒分玩 就是有在賣酒 還有一個是賣 醋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去試吃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你要試吃的時候 你那腳步不能停 因為我知道我如果吃了 我好吃的話 我真的想買我就回頭吃 回頭買 對對對 我一吃回頭 一回頭看 兩個人會被困在那裡 對對對 我跟 Andrew是隨意那種 我真的聊一下口感有沒有 所以我們還被請到店裡面 就開始要喝越喝越多 這種東西 最尷尬還是老闆還在開始要開他 其他的東西 東西啊 身為同性為人 因為其實我是沒有被困在那裡 我的用途 我那個存在點是怎麼樣 就是我要站在一個裡面 有點遠 但他沒有看得到位置 反正給他一講 主要是 他朋友沒那麼喜歡 他們會有種迫於壓力想要走 讓這個服務 就是讓人抓著 但最後 出來之後 加入我買了兩一瓶 Andrew就不care這件事 對 Andrew就是喝喝 拍拍屁股走人 他隨時不會有壓力 對 他沒帶錢好不好 對 他沒帶錢 他沒帶錢 我跟你講 Andrew 真的就是那種 我們就是隨便你 你才討厭我就討厭 大賣場注意啊 那歪歪我想問你 如果你吃了好吃的 因為有些人 真的會繞回去再吃一塊 你真的 你有沒有做過類似這樣的事 我會耶 你會喔 如果是說欠的人 請您欠兩次的人 而且 你已經第二次已經不是說是囉 因為你試過了 你第二次已經是爽囉 我頂多拿到第二塊 我不會再往後 我會太恐怖了 你是現在有點不敢講 因為如果像 Andrew的話 他可能就 可能喝完喝醉才會出現 還出現 不錯 我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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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了 那你們試穿的時候會有壓力 可是衣服的價位真的是比較高啊 所以不買就是不買 來來來 你剛買衣服嗎 對對對 而且你在旁邊看的就是 這都蠻適合你的啊 對啊 我覺得這個很好看 就隨手服今年新出 我也有帶一件耶 你知道嗎 可是 我覺得他比較 蹲下比較難 比較麻煩啊 新的衣服都會這樣 對啦 新的你躲回去蹲個四五次就這樣 你身蹲的時候就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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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有一個情侶是 你已經試穿了四五套 對啊 你都不滿意 我真的都不會買喔 我真的都不會買喔 對啊 我今天那次心歪歪耶 心歪歪好厲害喔 我放回去吃四次兩次 我會試穿個五套 對我看 結果我去韓國的時候釜山就是 就是有一個小哥是幫我搭的 就是你穿 你弄好一件之後就說 嗯 他就這樣 然後就是 他幫你弄了四五次 然後我前兩次就說 嗯 可是他又拿出一套來 他整間店就是 我跟他在那邊對峙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試穿的話 我自己比較保守一點 最多就是拿個三件 然後去試穿 我只試穿一趟 所以如果因為你試穿第二趟的時候 你就是 哇 又是老套路 就又覺得 哇 你欠人家欠太多 那種感覺 是不是 可是你遇到花式吹捧 你會怎麼當 款式你真的不喜歡 我覺得我可能就會 講說 就是啊 我覺得我就是 哇 我覺得好像退不了 小哥姐 你真的不會 我覺得我會買一個襪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卡友的留言 B2說 遇到這種就是 試吃然後情惡的店家呢 你媽沒有說很難吃不買 就已經算很好了 對 還酸你 大家覺得說 試不試吃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一個你情我願的東西 大家歡迎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試吃這個文化 你喜歡嗎 那你對於試吃有什麼自己的看法嗎 歡迎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下面那邊貼文 來 這個是來自新型版的貼文 原PO表示呢 自己是一個長相童顏的人 常常遇到一些有趣的事 比方說呢 小我四歲的男生以為我比他小 不跟他差不多年紀 在網路上相處一陣子之後呢 他就會用一些 我懂得比你多的姿勢 來跟你說 說不知 老娘早就比你大了 這件事情我早就聽過 但是他覺得長相童顏 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缺點 就是從小大家都會有人很喜歡對自己說教 我們四個裡面好了 覺得長相最幼泰 最童顏的人是誰 1 2 3 蛤 好 你等一下怎麼會覺得是我 因為其實你也差不多28 27 27 我覺得你還是給我很學生感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你沒有 經歷那種社會的 蒼桑洗禮的感覺 你覺得經過洗禮應該要長怎樣 跟眼神要有點無貫 你知道Rex嗎 我沒有講 沒有 國中就長得這樣 對 國中就長得比較好 就歷經風霜的感覺 Rex你應該沒有被說過童顏吧 童顏 童顏 我國中都在問你大學說哪裡 因為說真的 大叔我覺得你厲害的是 你年紀有再長一點 可是你到大學裡面還是無違和 最近你身體比較老一點 你現在去演高中生 你還願意 我覺得高中生比較在鬧 可以 不要害我被罵 那個 那你覺得Rex的視覺年齡大概 落在一起是 其實老實說Rex 說真的他如果跟我講說他 42 我都很接受 我都很棒 他講到26你接受嗎 26 我覺得我會有點生氣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就是 他的年紀是長成熟臉 但成熟臉不一定是老臉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優太的代表我覺得是 其實童顏代表是智聖 說他是國中生 他穿國中制服看起來就像 我覺得我也會信 對 他不只長像優太 他的行為也是優太 是優太 Andrew算是你覺得他童顏嗎 他不能 我覺得他好像不算童顏 他是不是因為有鬍子 所以才讓他的年齡上去 對好像是喔 如果智聖流鬍子 你們會不會 腦袋爆炸 我會覺得他是神仙 你知道嗎 龜仙人 但YY你們覺得他視覺年齡大概多少 小心講 如果real你先請 YY如果是個大四的學姐 我都還能接受 有 我這幾天有被認成大學生 欸我 我等一下是你自己 欸孫子 YY如果是實習生 你會覺得奇怪嗎 你覺得奇怪 你還是有點奇怪 我覺得還是有點奇怪 對還是有點奇怪 沒有那個菜鳥感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有時候判斷一個人的年齡 是從他眼神 有沒有眼神裡面有沒有光輝這件事情 有時候是看出一個 有時候會有點暗淡 我說真的 你們認真去看一個人 出社會好幾年的時候 他那個眼神是那種 就是有點看淡的人 可是我問你 Mars現在他眼神有光嗎 Mars他很容易給我一種 就是他的眼神已經沒光了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年輕人 他在談到他有興趣的時候 他那種神采飛揚那種感覺 對啦 所以為什麼會覺得你還很年輕 是因為 我覺得你在講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會感受到你那個 對於那件事情的熱情度 雪佛那集你也有一點光吧 你的眼神有點光吧 最後一個 那你覺得YY現在眼中的光 大概剩幾% 他現在已經有種硬撐的感覺 很多人都說 剛剛出社會的男生跟女生 是最保有那種純真感的時候 或是會願意橫衝直撞的時候 之前第一份工作的主管也有說 就是我沒有要訓練這種 會畏畏縮縮的人 所以他是想要有那種 年輕的時候的那種 對他希望我跟他對嗆之類的 他就說不要什麼都聽他的 那你怎麼沒有把那個 就是那個聽譯帶到這邊來 就是 那他們說 我會喜歡你嗆的樣子 都有人想說 欸原來你有點嗆喔 怎麼樣 我有跟大家收集了大家 國高中的時候的照片 你沒有經過我同意 對啊 我昨天在那邊下載大部分人 我們不如我們先來看一個我們陌生的好了 這是歪歪他國高中的時候 高中高中 欸可以欸其實還是可以看出 其實有差嗎 我是覺得那個嘴角的屁感有出來 就一定要這樣死贏好不好 這個 欸 歪歪以前很正喔 我領身就拉得正 對 而且那個歪一定要插在那個臉上這樣 好 你以前就這樣 嘴角的 對就是在國中 你高中 標準那個你看手機還在充著電 是 來我們來看下一位我是覺得蠻厲害的人 這是誰 我們是童年小生 沒有啦 不要看我這個時候 Rex你覺得他這個時候幾歲 看起來你現在還老欸 是喔 欸這張來來來 這張就年輕了吧 很國中啊我覺得蠻國中的 這張我覺得眼睛 你其實有你有不一樣的 這張應該是大三了吧 我大三的時候就長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Rex齁 你大學的時候 你怎麼差 你怎麼差 你跟我講說 科技業員工旅遊有什麼 有啦 我們有硬找一張比較年輕的啦 這不是他吧 這不是他 也是大學的時候 這張比較年輕 因為他笑起來了 他就沒有 光有回來了 這真的是出色會前跟出色會後 對吧 真的欸 還是有差 真的有差欸 來我們看一下卡爾留言 B18說 好羨慕喔 他20的時候被當28 23的時候像32 沒事啦 你能懂 你能懂 所以我覺得老起來等後來我覺得其實蠻好的 到50歲的時候拿他大學那個 剛剛海邊那個 科技業員工旅遊的那個 然後他兒子還問他說 爸你昨天去海邊玩 對 對我就在場面 你怎麼會染金吧 對啊 爸你昨天去海邊玩的沒揪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長相優太或長相童顏 有什麼好處或壞處嗎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我們來看下一篇來自感情版的貼文 男生會約沒興趣的女生出門嗎 喔 那圓炮表示我最近跟一個心儀的男生 我們聊了快兩個月 上週呢 男生有約他出去看電影跟吃飯 回來也有繼續聊 但他就是不太會丟球 這樣到底是有戲還是沒有戲 我覺得就算沒戲 他也應該是對你有意思 只是他把你當想要發展的對象 還是他把你當備胎 那時候有意思但不一定是想要發展 對 但他一定是對你有興趣的啊 如果換就是你 你會跟這男人出去 就代表你跟他有戲嗎 欸沒有 好像不一定喔 看你在什麼年紀 因為如果是大學的話 隨便約都隨便出去啊 我男友之前大一的時候 我約我去看電影 你完全不覺得他有在追你是不是 對啊我就覺得喔好啊 那就看電影 你覺得他只想消殺魔時間 對對對 我覺得他真的只是想看那一部電影之類的 那約你去搭摩天輪 這個你還會覺得他就只想 約你去搭摩天輪 搭摩天輪我覺得意義不太一樣 那看電影呢 看電影就還好 他剛剛就說看電影啊 阿伯 阿伯 年紀到了 阿伯 你這樣要太沒有看 所以你覺得看電影還好 可是電影也算是一個約會的一個 很容易看是約會的 對啊我覺得 不會啊有時候真的是揪不到半 然後自己去看很孤單 那自己去看哪 怎麼樣了嗎還好吧 假設是Lio嗎 Lio還在下班就問說 好 問我要不要看電影 然後你要就是 我看閃閃閃動畫欸 不然你去看這樣子啊 喔 最近有點忙欸 等一下 Lio因為你看閃電球 假設你是單身喔 假設單身 可是你剛才不是說就是 如果只是看電影還好嗎 看電影有看的話就會去啊 對啊 那如果你察覺到這個人 其實他是對你有點意思的 那你還會答應下一次的邀約嗎 不會不會 你有遇過這種實際的案例嗎 那個好像之前有約我出去玩 出去走走之類的 然後我也覺得還好 因為就是大學認識的 回來之後 他就會一直回我現實動態啊 然後密我Line 我現實不回就密我Line Line不回就密我現實之類的 找個藉口說要可能給我什麼東西 那一天我剛好 然後大盜塵煙火街 然後就約在那個放煙火的時間 好浪漫喔 這個你就覺得男生應該是 有點想要追你的是不是 我 我不知道他們都想追我 但我自己覺得有點怪怪的 我就會直接 抵死不從 因為不是有個理論嗎 說一個男生對你暈不暈喘 或是女生會暈不暈喘 他可能會傳出去問你說 在幹嘛 其實根本沒有想跟你聊的東西 他只是想跟你聊天 那看電影這件事情也是一樣 他想跟你相處 這才是重點 因為他問題不是問說 男生會約沒興趣的女生出門嗎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就是 回答到這件事嘛 如果你約到十幾次 你還真的對這女生沒興趣 這不可能 除非是你們以前本來就是朋友 然後很久固定聚一次這個樣子 可是如果是叫蘭他們認識的話 我感覺啦 會出來十幾次應該是 有機會 而且我覺得已經出來很多次的話 我覺得女生也可以勇敢問說 那男生對他有沒有好感 你問得很明顯 他再不接的話 我覺得就真的 有點是兩個情況 第一個 這男生可能真的還有別條掉竿 他一點喜歡你 他沒有到那麼喜歡你 第二種就是 他喜歡你 但他也沒有把握 有可能他就只是個單純怕寂寞的人 那你覺得穩聊呢 每天晚上可能稍微聊一下 你算是對這女生有興趣嗎 我覺得穩聊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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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話當然是有興趣才會聊 對啊我也覺得 我朋友的案例他就是 當成一個出發心情的對象 我覺得每個人不一樣 就是我覺得別人PO 不妨大方的問看男主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就是 你問有機會嘛 而且你現在這個狀態 你問了你也不會很唐突 可以問他說你喜歡怎麼樣的女生啊 之類的 做球給他 做球 再明顯一點的球 好我們來看一下幾個卡爾的留言 B1就是說了 可以肯定他對你有一定的好感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對方的話 可以主動一點 如果對方都願意接你的球 他就很有機會 B3就是單獨出門了十次 他還只是朋友 所以他覺得你單獨出來不一定 所以每一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看法 那歡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 你覺得 不願意出門算是對對方有好感嗎 或是想要持續發展嗎 或是要出去幾次才算有好感呢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D卡尋期的文章啦 有趣的事情呢 都在D卡上面發生 現在不便宜人生都可以下來D卡 馬上看到更多人的故事喔 D卡尋期我們下次見 掰掰